1997年8月 柴爾斯摩爾船長參加完夏威夷范樹比賽之後 返回加州途中 在距離海岸約2000公里的太平洋海面上 發現了地球上最大的塑膠垃圾牆 多年來西方國家都抹黑中國是元兇 究竟事情的真相是怎樣呢 大家好 我是世界奇館的主持人莫爾奇 Ariel 在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大家還可以WhatsApp56081508 日後我們出新片的時候就會即時通知你 事隔了20年 這片海上垃圾牆不單止沒有消失 還因為每年流入海洋的800萬公噸的塑膠垃圾 而繼續擴大 美國人稱這個為太平洋垃圾帶 面積相當於1446個香港 這個太平洋垃圾帶 並不是好像大家所形容的垃圾島 又或者是第七大洲 它就好像一大鍋塑膠微粒龍湯 完全是沒有辦法消化的 不單止污染了海水 就連鳥類、魚類和海洋暴雨類動物都跟著遭殃 2019年的春季 一條鯨魚擱淺在菲律賓海灘上 最後死了 經過解剖之後發現 它的胃裏面有40公斤的塑料垃圾 但聽到這裏問題就來了 這些垃圾究竟從哪裏來呢? 外國多年來都將矛頭指向中國 表示我們國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亦都是一個世界工廠 長期以來 回收很多工業化先進國家的塑料廢物 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 祖國總共回收了1億7千萬公噸的塑膠廢料 約佔全球進口總量的四分之三 這種運作模式 令到富裕的先進國家避開了廢料的難題 只需要外包給中國解決 在全球化輕盛時期 美國平均每日向中國出口 4000個貨櫃的塑料廢物 總體來說 歐洲95%和美國70%的塑料廢物 都是被運向中國工廠回收再利用 但西方國家就說 中國願意回收全球的廢料 是想從中獲利 正正是因為這些西方國家的抹黑 不少人都認為 我們國家是最大的海洋塑膠廢料污染者 但2020年發表在科學進展的研究顯示 美國人每人一年製造的塑膠廢器物 據全球的第一 其次就在英國人 科學家以217個國家製造垃圾的數據進行分析 發現美國在2016年回收的塑膠廢物中 有一半以上運往國外 甚至將大部份的塑膠廢料 運往落後的國家 實際上美國在2016年生產了4200萬噸的塑膠垃圾 研究人員認為 這麼多年來的出口 掩飾了美國其實是塑膠廢器物製造的大國事實 我自己就好認同這個研究的作者之一 就是海洋保護協會的馬洛斯所說 美國佔世界人口的4% 但他們的塑膠廢器物佔總量的17% 美國需要在因應全球塑膠污染危機應付時付出更多 而不是整天叫中國去處理 2017年12月 我們國家大刀闊斧道絕樂園 事實上 中國在2010年 就想議定一套綠色壁壘的法規 針對進口廢料廢物實施臨時限制 中國廢料進口禁令效率顯著 政策啟動了一年之後 阻擋了99%的廢料進口到中國 中國政府這一行政策 令全球製造廢料的先進國家 完全措手不及 例如製造大量垃圾 但一直不在意垃圾處理的美國 他們的各大城市 頓時要團職大量垃圾 如果中國禁令繼續執行 到2030年 預計累積近1億1千萬公噸的塑料廢物 而鄰近我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 也陸續仿效中國禁止外國垃圾進口 2019年春季 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都開始將 裝有這個塑料廢物的貨櫃 退回美國、澳洲和加拿大 2019年5月 在日內亞舉行的會議當中 186個國家同意 加強管制塑料廢物 以降低污染 2021年 中國完全禁止任何方式的 讓垃圾進口 實際上 北京政府在與時間賽跑 垃圾處理已經成為 我們國家的主要環保挑戰項目之一 其實 查爾斯摩爾船長堅決反對塑膠材料的使用 但他都表示短期之內沒有解決方案 他指出 人類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塑膠製品數量不斷增加 特別是用原積器的一次性塑料製品大行其道 為何要將全球的責任 壓在我們中國身上 真的要問一句 公平嗎 我們中國積極減費 反觀 調查當中發現了 美國在中國、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度和印尼這些地方 禁止了進口掃膠垃圾之後 美國並沒有著重減少他們自己製造的垃圾 而是繼續出口到 孟加拉、遼國、伊索比亞和塞內加爾等落後貧窮的國家 這些不是環保 我只是看到活生生的大石砸死蟹 其實我覺得社會上 很多人都是因為歧視和偏見 將問題落在受害的一方 這個情況經常發生 講一個簡單易明的例子 社會上經常出現風化案件 但有時候社會上的人都將討論的重點 放在受害的女性身上 一定是他們穿得太少衣服、太性感 又或者是太晚回家了 所以才被人侵犯 但穿什麼衣服、幾晚回 都不代表要接受被人侵犯 錯的明明是侵犯者無道德、無良知 現在天天都說要環保的 日本、美國、澳洲、加拿大等等 將自己不能夠處理再做的廢料 千方百計送往中國 又或者其他東南亞小國棄置 以往比較窮的國家 在國際上沒有什麼話語權 所以國內的商家接收垃圾的時候 政府急需發展都沒有能力去阻止 但就反而被垃圾傾倒者有藉口 反罵他們發展中的國家不夠環保、收廢料 那就想問一句 你不扔那麼多垃圾過來 又怎會令到別人處理不到呢? 你們先進那麼多的時候 都處理不到的垃圾 送去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怎會想不到他們會比你更難去處理這些廢料呢? 好了 到現在中國發展迅速 可以有能力拒絕美國和他的兄弟的時候 反而又來埋怨中國 禁收垃圾之後 那些垃圾可以送去哪裡呢? 做人不可以太自私 不如每個國家都反省一下和思考一下 自己可以怎樣做好廢物處理 不要將責任推向某些國家身上 這裡是世界奇觀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莫爾琪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按照 一旅行 我們下次再見 一旅行